中国的特点好像是他都有很强烈的对于扩大规模 甚至是以牺牲多样性来扩大规模的这种执念 为什么会这样 这种选择对他维持他们自己的统治是有好处的 他对国家来讲是个灾难 因为他牺牲了技术发展 牺牲了经济发展 专制体制面临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个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 我们说国家不是指政府 就指国家 指这个社会 它经常是冲突的 就确实实实我觉得中国最大的悲剧 中国历史上政治上最大的悲剧 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出现一个统治者 他会从制度上去想去解决这个问题